黄晓明和baby这一对明星夫妻,想必大伙都不会陌生吧? 自从二人结婚以后,他们的婚姻总是被很多人不断唱衰,甚至是很多次被传出二人离婚的消息。 但尽管如此,依然不能影响到他们一家三口幸福美满的生活。 前体操运动员刘璇和李小鹏前往中餐厅做客,与黄晓明聊家常也聊出新八卦了。 节目里面留选给黄晓明看自己女儿的照片时,黄晓明看到小萌娃喜爱到两眼放光,刹那间就露出了满脸羡慕的神情,还笑着说自己也想要一个女儿,有了个女儿就儿女双全了。 豆儿卑鄙在此前的一次活动中,说过等小海绵四岁左右也需要第二胎,如今小海绵也四岁了,只不过卑鄙的年纪实际上也不小了,要是再往后推迟几年要第二胎,就变成了高龄产妇。 岁月流逝飞快,转眼之间小海绵现已升级为哥哥,卑鄙黄晓明夫妇一直都有二胎备孕计划。 据近日媒体爆出,卑鄙黄晓明已成功喜获。